您还想评六级呀 真的 喇叭 有问题从自己身上掌握一掌 你要是真有本事就好好表现 拿下个月的评估结果来征服 想看我表现是吗 放心 我不会让你说 小姐 这里可不能够让你进去的 凭什么不让我进去 陈锋是不是你们公司的人 我是正经访客 凭什么不让我找他 小姐 这里真的不能够让你进去 小姐 您好 我是人力资源部的杜拉拉 有什么事情的话可以和我说 你谁啊你 不要告诉我 你和陈锋也有一点 我想您误会了 我只是这里的员工 您站在这里不太方便 要不然我们进去说 他怕丢人就别做丢人的事 我就知道他来了上海就没好事 果不其然 那个董卿呢 有本事让董卿去找我 让董卿来找我 这里是怎么回事 我是来找陈锋的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团 你跟我进来 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法务部正在跟他谈话 这样最好 当着律师的面他闹不起来 公司上上下下为你忙的是鸡飞口跳 你自己还躲在这里 你为什么不直接出去把问题解决了 我跟Tim说过了 是这个女的一直在骚扰我 根本无法理喻 所以我才拜托公司 出面帮我挡一下 你不是说要自己解决的吗 你回来为什么又动用法务部 我自己解决是对外 现在我对外公关已经做完了 我不想再纠缠别的 就算你要动用法务部 你是不是也应该先跟我说一声呢 你这样弄得我很被动 你知道吗 原来你跑到我这儿来 跟我心诗问罪 就是因为我影响了 你在Louis面前的形象对着 对不起 你的考验跟我无关 你刚才还感谢我 给你时间自己处理 你真是会过河拆桥的 我只是公事公办 如果你真的想在你的新老板面前 留一点好的形象 那麻烦你做一点 专业线的工作 不要整天下火腾 真当自己是救火队员了你 做完了 赶紧短信通诺吧 有点儿 满旗 Lewis呢 去法务部了 刚才体育部过来把她狠批了一顿 我看她脸色都变了 拉拉 你不是救火队员吗 怎么开始煽风点火呢 还让老板给你收拾残局 可别说我没提醒过你 现在马上新的薪酬评级 就要公布了 你捅牢骚的时间 还真不巧 谢谢你的提醒 各位面前的这份资料 就是我们新的薪酬 宽带纸评级办法 我们这个团队经过熬夜 一周的时间提前把它赶完了 现在已经逐个发给大家了 并且以咱们这个部门作为试用点 看一下初步评估的效果 这次的进度让我非常满意 我们现在可以根据 部门的评估结果来讨论 HR作为试点的评级结果是 王宏 六级 杜拉拉 四级 如果有什么问题 请现在提出来 路易斯 我已经看过了这个评估标准和参考资料 这个里面有漏洞 有一些参数根本没有放进去 企业工艺和企业文化都是HR的工作 但是并没有在这个标准里 王宏 你来这许 拉拉 这次咱们采用的框架是北美的标准 并且是经过提姆认可的 你不能觉得 我这里面没有加入你所擅长的范畴 你就说它有漏洞吧 路易斯 是这样的 北美总部之所以没有企业公益这一块 是因为他们有单独的部门 而我们没有 拉拉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但是你要认清自己的能力 虽然你做过代理总监 但是经验还是不够 最近的几件事情都证明了我的判断 Tim也认为从基层开始做起 对你有好处 我希望你珍惜这次机会 把业务能力培养扎实 那我现在的职位是什么呢 对于你的职位认定 我还需要考察 到下一季度评估的时候再定 根据我最近的观察 你明显缺乏独当一面的能力 所以 经验之位 需要重新评估 黄虹 路易斯来了以后你已经占尽了风头 你有必要这么故意打压我吗 打压 你这话说得有点重了吧 你说那个评估结果是吧 那是路易斯认可的呀 路易斯刚刚来递递 他不了解我以前的工作情况 但你应该很清楚 我早就已经达到了经理的级别 就算不是六级也应该是五级吧 懒了 你当初晋升的时候是破格题吧 我从来没有认可过 再说这次的评估也很公正啊 你看 你上次给销售部捅的那个大篓子 再加上陈锋那次小三门的事件 你还想评六级呀 真的 喇叭 有问题从自己身上掌握一掌 你要是真有本事就好好表现 拿下个月的评估结果来征活 想看我表现是吧 放心 我不会让你说 干嘛 怎么了这是 三天不见面也变得这么热情了 看来我还是忙得点好 我累死了 你累不累 你到底累不累呀 要不咱们俩干脆找个海岛 私奔的 好啊 真的 臭儿子 喂 老板 你不知道我每次看见你妈妈 那个正宫干部的架势 我吓得腿都发脱了 有那么严重 那天你走了 然后她上下打量我 我大气都不敢处 是吗 那就处小气 行了啊 只要咱们俩好就行 对不对 嗯 真贵 这宫干部我咱们了 这给腿都倒了 可笑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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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酒挺烈的 你慢点喝 这点出息不就是没凭上经理吗 下次努力不就完了吗 不怕 咱有这个事了 这就是正常评估也就算了 主要就是陈锋那小三门 我本来让她自己处理吧 我是为她着想 结果拿她专练就通病逃过 现在成了我处理不到 行了 就别说她了 你吃亏就吃亏在人太实在 不说了 不说了 烦死了 今天什么都不想提 就想喝个痛快 好 我支持你 反正明天是周末 把这瓶喝光 喝醉不贵 我要勇敢 多一点勇敢 哪里有安慰的力量 给我好吗 如果还能 再回到我们开始的地方 等候的那一个人 还在不在 阿姨 您怎么来了 怎么了 一看见我就腿肚子发软 是吗 阿姨 那个 我昨天晚上加班来着 所以我那刚起床 对 加班 我倒是半夜接了个王伟电话 你们玩得挺开心挺痛快 是吧 放心 我这个正工干部 还没那么老八板 知道吗 那个 那个 昨天那个电话肯定是播出去的 阿姨 我说那些话是无心的 没事 我不会计较的 我来是和你妈妈商量你们结婚的事宜 拉拉 你怎么不换衣服就出来了呀 赶快换衣服去 请开茶 谢谢你 谢谢 喂 你起了没呀 我跟你说我刚才一出屋 我就看见你妈坐在客厅里 完了这下她肯定更加不喜欢我了 怎么了你慢慢说我妈干吗不喜欢你 不是 就赖你 昨天晚上费上手机给我拿着吧 然后电话肯定是互播出去了 昨天晚上我们俩说的什么 她全听见了 昨天咱俩没说什么吧 行了 别多想 放心吧 我妈没那么小心眼 那你现在告诉我你妈喜欢什么呀 怎么着我现在也得积极主动一点了吧 怎么着 着急讨好未来婆婆是不是 我妈喜欢苏贤唱 去跟唱着吧 那你把她手机给我吧 妈 不是说不搞这个了吗 王伟情况复杂 她不签婚签协议 我们这个婚就不结 什么叫情况复杂 你是不是又提二婚的茶了 有这个因素 那是我们俩之间的事 谈恋爱是你们两人之间的事情 那结婚就是两家的事情了 柴名油盐过日子 来不得半点虚的 丑话说在前面 对两家都好 再说王伟现在自己开公司了 做生意的人今天吃鱼吃 明天睡大街的有的是 我们爸爸妈妈不为你行点保障啊 王伟要是个负责任的男的 他不会反对这个 那是我结婚还是你结婚啊 他妈本来跟我关系就不好 你现在这么一弄 让我们以后怎么相处啊 结婚是大事 你可以头脑发热 我们做父母的不行 在这种时候 我们不为你考虑 还有谁为你考虑啊 你啊 你就折腾吧你 我告诉你 你这婚前协议我是不会签的 你 对不起 我路不太熟 你等半天了吧 没有 我也刚到 对了 这边呢 有几家小店 东西很可爱的 我想你一定喜欢 逛一下 达达姐 你不是很忙吗 今天怎么有空陪我逛街啊 是不是王伟哥哥不及的任务 你是王伟的妹妹 当然也是我的妹妹啦 正好呢 我这个周末也不用加班 我想你在上海 一定待得很无聊吧 那太谢谢你了 不过 我不是很喜欢逛小店 东西质量没保障 咱既然来了 逛逛也行 对了 姐姐 这家店的首饰呢 很好看的 要不要进去看一下 这些都是小女孩的玩意儿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 就已经不买这些东西了 那看来真的不能把你当小姑娘看咯 本来就不是小姑娘了 我研究生马上就要毕业了 哪能在上海找工作呢 以你的背景 经外企应该不难吧 前些年呢 毕业生都疯了一样想经外企 但是现在大家清醒多了 还是工作经验比较重要 像我们这些刚刚毕业的 还不明确自己的方向 要是能像国外那样 实行轮岗制度 在每个部门都干上一段时间 我相信 对我未来发展一定会有好处的 你说的这个项目吧 其实我也考虑过 如果DB这样的公司 也开发这样的项目 对你们这些学生会有吸引力吗 应该会有不少人申请吧 不够我吧 已经想好趋向了 这么快 王伟哥哥担扰给他当助理了 可是他的公司那么小 以你的学历会有帮助吗 啦啦姐 你真是太不了解 我们现在的毕业生了 大家已经没有 你们那会儿那么盲目 诸位的简历好看 萧娟的脑力也要进入五百强 我想 如果能在王伟哥哥 出来公司干上一段时间 我的能力 绝对比那些外企师人生强多了 你真是比我毕业那会儿 要专属多了 自己的规划还挺清楚的 王伟没来啊 就咱们三个人唱多傻呀 阿姨 王伟哥哥忙 有啦啦姐陪咱们也不错啊 我最喜欢唱歌了嘛 阿姨 这边啊 还是有挺多老歌的 我给你点了几首 来 点几首 你唱 上来就让我唱 那不够你们年轻人笑话我的呢 阿姨 您就别折磨啦啦姐了 他那嗓子根本唱不上去 我唱 怎么样 超专业水平法 我马上可绝对世界一流 你这使得什么招数 把我妈给骗到这儿来的 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啦 人力资源 专门就是跟人打交道 尤其能善于侧面进攻 臭美吧你就 妈 胖子真棒 喝点水 不喝 朱拉拉 我可是一辈子都做人的工作 你要是这么说话 还不够资格 阿姨 我刚才那是跟王伟开玩笑呢 我主要就是想跟您多了解了解 今天上午你妈要跟我签一个 什么婚签协定我没有同意 于是你晚上就弄了这么个事 想贿赂我 是吗 讨我的好 什么行 畅畅 我累了 咱们走吧 我妈 阿姨 等等我 怎么回事 朗朗 什么婚前协议啊 我妈她找了一个什么婚恋专家费 弄了一个什么婚前协议 我也不同意 不过你放心 我今天晚上回去再劝劝她 找了个婚恋专家 结婚是咱们两个人的事 就算你们家不相信我 弄了个什么婚前协议 是不是应该先跟我说一声啊 怎么能直接找到我妈那去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不是不相信你 我妈那人办事你还不知道吗 她什么事跟我商量了 后晚上回去再跟她说一说 你给我找事 赶紧给我妈解释去 爸 爸 我今天晚上还跟你解释一下 好不好 阿姨 那个婚前协议 真的是跟我无关 我晚上回去会劝劝我妈的 蓝蓝 婚前协议是为了离婚保护财产用的 这还没结婚就想着离婚 谁都会不高兴的 找找 阿姨 您要是真是因为婚前协议生气 我可以向您保证那个东西 我是绝对不会签的 您要是因为刚才的事生气 那我跟您说声对不起 因为我确实问了 畅畅您的爱好 主要是您来上海这么长时间 我真的是一件事情 都没有做对过 我特别想能给您 留下点好的印象 我也不希望完为左右为难 妈 我向您保证 拉拉绝对不是那种 有心机的女孩 她就这样 说话有时候不经过大脑 你就当她心到了 这智力没跟上 拉拉也跟你赔予道歉了 月亮了 你妈妈的态度 我的确是不喜欢 好像我儿子 没有能力养家似的 但对于你 我真的没有什么成见 可是 要想让我喜欢你 慢慢来吧 日久见日新 看来你跟我妈气场还真是不合 唱个歌都能唱出事吧 真是服了你们了 都怪我 说话不经过大脑 陪我妈 话说回来了 你妈也是为了保护你 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我理解 说真的啊 如果要是因为我 你要是担心我的话 一定要告诉你 真的没有 如果连你也不相信我的话 那我真的挑剑黄虎江也没用了 我相信你 现在我这公司还想要选个过程 但你放心 我一定努力给你想要的生活 怎么了 是不是公司最近有什么不顺的事情 没有 可是感觉你情绪好像不太高 是吗 我情绪高得了吗 好不容易来一趟KTV一首歌都没唱 竟干着剧委会大妈霍西尼的活 最拿手的都没唱 心如绝了 泪也干了 行吧 怎么那么晚回来啊 我们俩有话跟你说 妈又是婚前协定的事吧 早上闹得还不够吗 这事你就别掺和了 我不会签的 你这孩子你缺心眼啊 早上你不都看见了 你婆婆那么厉害 妈妈要是不帮你想点 以后嫁过去后悔都晚了 是不是王伟不肯签呢 你把他叫来 我来跟他谈 不是 王伟压力已经够大了 你就别再逼他了行吗 王伟是不是出事了 娜娜 娜 我们都快一家人了 王伟真的有什么事呢 我们也应该知道 是不是他最近工作忙 太辛苦了 健康上出问题了 人倒是没问题 就是 钱出了点问题 爸 妈 早 娜娜 你爸爸一早早到银行去 取了五十万 都打在卡里了 给王伟送去 五十万 你们把定期取出来了 那是不是要 亏很多利息啊 王伟现在是火上没貌嘛 损失几个利息算什么呢 这笔钱啊 对爸爸妈妈来说是不容易 要不是为了帮王伟救急 我们不会轻易懂这笔钱的 你心里要有数啊 爸 妈 我知道 只要他们公司一有钱呢 马上就连本带息地还给你们 就按照银行理财的最高年息怎么样 我们不要利息 我们要入股 妈 你这是要入股 别开玩笑吧 你不是说了吗 王伟这个项目利润很高的 我们自家人一起挣不好啊 可是做生意总是没有打保票的嘛 而且我从来不顾问王伟生意上的决定 娜娜 这就是问题啊 你们就要结婚了 王伟公司里的事你也要误问 妈妈这入股也是为了你好 她公司里有娘家的股份 你婆婆不敢小看你了 以后啊 你在他们家腰杆子也硬了啊 妈 当这是拍豪门戏呢 行了 时间不早了 那我先去给她汇钱了 谢谢爸爸 请进 路易斯 占有您五分钟时间 我有些工作设想想跟你聊一聊 这么快就有设想的 最近一直在做支持工作 有不少空余时间 我对国外青年培训生制度做了调查 也想在DB中推行管理培训生计划 管理培训生计划 具体说说 简单地说就是招募名校的毕业生 进行三年的冷岗培训 分别安排在人事 市场 销售三个部门 三年以后定岗作为经理的候选人 这是计划的草案 这是计划的草案 这个计划还挺有趣 在美国的一些公司也是辛苦 不过 你的草案就这么简单 怎么定上账目 怎么评估 这些问题你考虑过吗 计划现在还处于初级阶段 还有待完善 拉拉 我知道你一向很有想法 但是条理和计划性还是不够 你现在是在向我推销新的计划 不是在作评计 如果我真的只靠五分钟来判断 你的计划已经夭折了 我的确准备得还不够完善 你要更多地把我当成你的老板 而不是朋友 这样才能激发你的潜力 尽快从工程中跳出来 我会的 我会尽快完善 我知道你对于体系的结果不负奇 这个项目是带向我现实实力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专业实力 很强的六级经理 我刚才提醒你的这些 你早就应该想到了 不是吗 您说得对 H2的核心业务 我的确经验不足 不过我会补上的 从四级开始 加加时时也补上 我在楼下 可以呀你 做好事还不留名 想当田国姑娘是不是你 要不是杰克告诉我 都不知道跟谁上感恩的心 现在怎么样 清楚还来得及吗 放心吧 有杰克在那盯着呢 你是怎么一切时间 愁得这么大一笔款 早知道你有这个本事 我早就找你哭穷了 不管怎么说 反正我现在是你的债主 不去携款私逃 听见没有 行 但是我挺纳闷的 你说你这房贷车贷都还上以后 应该不剩什么钱了呀 你私藏小金库 老师给我交代多少钱 想跟谁死的 关于这个小金库的东西 看来只能上加法了 我交代 我交代 周深还是同线我 请不吝点